大家好,我是理查 這一次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Lord of the Fallen 第三個魔王 就是在牧原裡面的這個魔王 這個魔王叫做Worshipper 我的英文沒有打錯 他的遊戲裡面 就是這樣子打的 OK,這個是一個 大家有的人說這個魔王很難 我是覺得不太難 因為我手上有一把很強的武器 也不是作弊的 就是我是非常的辛苦去拿這個武器 所以我打他攻擊力比較大 這個Worshipper你看 他現在做出一個藍紫色的霧 如果被那個霧弄到的話 你就不能動 他就可以打你 這個Worshipper他一樣有四個格子 一個 只要一個格子被打掉之後 他就會發出這個全螢幕的 不是全螢幕 整個墳墓地區的大攻擊 就像這樣子 如果你沒有站在這個 建築物裡面 你可能就會瞬間被殺死 這個魔王也有一個 也有一個Legendary 就是傳奇的武器 就是他手上那把鐮刀 挑戰的話 就是每一次他被打的時候 打到的程度 他會召喚兩個小洛洛 像小洛洛過來了 像他過來打我 就是這兩個小洛洛 當他要發出那種全螢幕的大招的時候呢 你要躲在這個裡面 然後你要 make sure 那個小洛洛在外面 然後小洛洛被幹掉 只要有兩個小洛洛以上 被他自己打死 不是你打死喔 被他自己打死 有時候他揮刀也會打到小洛洛 只要被他自己打死 你就可以拿到傳奇武器 OK 他現在又快要死了 然後他又發出全螢幕大絕招 這個魔王打掉是蠻快的 比第二個還要快很多 所以我覺得不難 可能是我的武器真的不強 當你打完他的時候一樣 那個如果拿到傳奇武器的話 就是橘色的 好了 打敗他了 他手上那把鐮刀很酷 如果是傳奇的那個版本的話 你單手拿他 雙手拿沒有 單手拿用重攻擊的話 他會在遠距離 遠距離也伸出一個那種 像是魔法攻擊的鐮刀尾吧 等一下我會示範一下 OK 現在得到魔王的能力了 然後 OK 要去拿 他的 他的 寶物 OK 在這裡 不是那個 是這個 看看是不是傳奇的 對 對 那個 Clawfinger就是了 現在要來裝備 如果是傳奇的話 他的那個 下面的小字也是寫橘色的 像那個上面這個 Hammer 現在被被我弄掉了 像隔壁那個Hammer Hellum的那個Hammer 下面那邊 Clawfinger下面是橘色的 表示他是傳奇的 OK 現在看看 OK 我一開始不知道 所以我用 我用這個雙手攻擊 所以他沒有製造出那個東西出來 現在換成 單手 對 拿盾牌這樣子 要用重攻擊 用輕攻擊也不行 好 重攻擊 有了 深邃的東西 紫色的東西 再一次 就是這樣子 非常酷的一個武器 但是我覺得不太實用 之後你可以拿到更好的武器 所以沒拿到也沒關係 OK 就這樣到這邊 掰掰